2022年,可谓是一个一个神仙打架的年,今年的古装剧可谓是百花齐放,几乎有几十部古装代播剧,等待着上映,已经播出的竞双城,与君出相识,驻清浩和且是天下这几部剧,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另外一部备受观众期待的古装剧,是《沉香如蟹》,这部剧是由杨子、陈毅、张瑞和孟子毅联合主演的一部古装剧,因为两位主演的名气都很大,所以这部剧的期待值也特别高,虽然大家非常期待杨子和陈毅的CP,但是不少网友直呼,更期待的反倒是剧中的女儿孟子毅。 孟子毅自2016年参加综艺一年级毕业季,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,这档综艺节目中也有诚意,在这档节目中,孟子毅和陈毅关系非常亲密,在观众面前就像一对小情侣,但是后来,孟子毅退出了这个综艺,不少观众都非常期待能看到他们俩的后续。 孟子毅和陈毅在综艺节目中,看起来是非常好的朋友,两人在综艺里几乎形影不离,孟子毅在退出综艺节目时,还假装对陈毅表白,观众们心里非常期待他们的后续发展,因此,不少网友在看到孟子毅和陈毅合作陈香如谢时大吃一惊,但是也有非常多的观众表示,十分期待他们时隔五年的再次合作。 还有不少网友为这个CP取了个十分神奇的名字,叫缺德CP,因为孟子毅的风评一直都不太好,一直遭到网友的攻击和批评教育,所以,不少网友都不希望他们的爱豆和他合作。 虽然孟子毅的情商有点低,却也是一个心直口快,有点小作,有什么说什么的东北女孩,而陈毅的性格十分沉闷,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干部一样,他们两个人在一起,反倒可以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 不知道大家期待孟子毅和陈毅的合作吗?